來 各位眾士還有我們 谷海大丈夫家族的同學 大家好 今天的台股出現很明顯的反彈 我想很多人會想要知道說 今天的反彈只是一個禮拜五 上禮拜五跟昨天 特別有一些族群 我講過的AI 散熱 重電 對他們來講 就是一個短線的恐慌 然後反彈 會重新走出一個波段行情 還是就在這邊 一個小反彈之後怎麼樣 過幾天它要再往下破底 我都跟各位講說 行情不是用猜的 行情是用什麼 行情跟獲利是怎麼樣 是操作出來的 怎麼講 我常跟各位講說 我常有一句 我常跟各位講一個故事 我說一百多年前 這個故事不是我發明 這個故事是 有一本書 這個Jim Collins 他是國外的氣管顧問大師 他去研究過去這百年來 可以基業藏心的企業 所以他寫了一本叫做 《十倍勝不是單靠獲利》 這本書 可以基業藏心的企業 基本上他有個特質 什麼特質 就是不管今天 行情好 行情不好 不管今天國外有沒有打仗 不管現在是升息降息 他會維持這家企業 持續往前走 往前研發的步調 那在書裡 他就用南極太險隊的故事 一百多年前 大家去插旗南極 有兩個隊伍 一個是阿蒙森 一個是史考特 挪威的阿蒙森用的怎麼樣 策略就是每天走20里路 不管晴天雨天 就是走好20里路 天氣再怎麼不好 想辦法走好20里 另外一個史考特就不是了 天氣好多走一點 天氣不好少走一點 有沒有 那天氣你可以預測嗎 沒辦法 所以最後誰成功插旗 就是用每天走20里路的成功插旗 那個史考特最後是全軍覆沒 史在南極 所以從這個東西 他就引申過來說 比如說台積電 你知道過去這二三十年來 台積電他沒有因為 行情好 行情不好 景氣不好 他就怎麼樣 資本支出減少 沒有 你看他過去二三十年來 在張爺爺帶領之下 就是即使天氣不好 景氣不好的時候 他是依然有沒有 製程節點一直一直往前 有沒有 所以他的從成熟製程 一路往先進製程一直邁進 沒有因為景氣不好 他就減少資本支出 所以你發現20年之後 對不對 20年前跟聯電差不多 20年前還是英特爾在前面 20年後呢 變成怎麼樣 變成護國神山 所以這就是20里路 那我會講這個意思就告訴你說 你現在操作股票也是一樣 沒有在因為怎麼樣 現在行情是一萬兩千點 現在行情是兩萬點 你就怎麼樣 你就少做 你就不做 重點不在這一個 如果我說在兩年前 10月那時候 台股跌到一萬兩千二 你那時候照我講的那種 每天走好20里路的 平常你都把資金控管好的 那我相信一萬兩千點那絕對是 這兩三年來的最甜的價格吧 你現在看到700多塊台積電 400塊價台積電那時候 一堆人拼命想賣 那就是幹嘛 你就是沒有用好 每天走好20里路的策略啊 那現在來啦 這兩天的一個大跌 如果你手中 你有把你的資金控管好的 這一個月來 我一直跟用一個比喻 你股票你要買在哪裡 花山之巔 還是要買在絕情谷底 那你現在回過頭來看 你去看這兩天的盤 很多都怎麼樣 出現絕情谷底了啊 對不對 只是出現絕情谷底的時候 你敢不敢做 你敢不敢揮棒 還是你現在套滿手 我前面我先用這個做開場 那我今天呢 我要跟各位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我最近給你提的義爾德 今天開怎麼樣 今天開這個上市的業績 要上市的業績發表會 因為下個月就要上市的 今天義爾德的表現也還不錯 那第二個重點呢 我要跟各位講這一個 奧運商機面板掌聲響起 這是掌真的還是掌假的 OK 好 那這個今天的面板股 友達群創跟這個面板驅動IC 我都直接把你歸納出來在這邊 今天的表現都不錯 那你會想說友達跟群創 會不會就是只是今天報紙消息 出來漲一天 那面板驅動IC會 真的像奧運商機來了 然後面板在漲了 然後驅動IC 因為東西會漲代表怎麼樣 代表有市場有量嘛 那有需求的話 會不會驅動IC 也不錯 那我今天我這兩個 我會跟你超級比比 但是我要先跟各位帶一下 我昨天是不是跟各位講伊爾德 來這檔6423的伊爾德 伊爾德今天 幾乎要收最高 昨天127是不是碰一下 昨天127碰一下之後下來 有沒有 今天一樣 今天跟昨天一樣 一開高又洗到昨天的 昨天的低就是123 然後你看尾盤上去 126.5 收126.5 好 那今天呢 今天他這個業績發表會 我們特助還傳來 我請我們特助去看 他在現場 這是我們團隊 我們去親身去聽業績發表會 那伊爾德做什麼 我先跟你講伊爾德做什麼好了 導播幫我重播 我們來看一下IP股 我用這一家立望跟另外一家 六開頭的 我來跟你做個比較 超級比一比 對 以這一家立望來講 他有成熟製程 他有先進製程 他另外有一個資安IP 這個Puff Base的這個資安IP 另外還有一個這一個MTP MTP的項目就是 嵌入式非發性的記憶體廠 就是以MTP為IP 就立望來講 Neo Byte 然後這個Neo Fused 還有他從28奈米 一路現在推進到7奈米 5奈米 我想立望的想像空間 最主要還是在於說 持續往先進製程推進 立望是做這一個的 我們發現有一家公司 跟立望做的差不多 6XX 他6X的 MTP這個東西 他應用在哪邊 LED的驅動IC PMIC 電源管理IC MCU 微控器 車用IC 還有IoT晶片 這些領域都會用到 那就直接你拿 這一個 這一顆 這一顆IC來 來兜就可以了 對比立望的OTP MTP的技術門檻會更高 當然他產品 應用的範圍也會更廣 除了這個MTP 它還有試射的電子標籤 那試射電子標籤 它也是用MTP來導入量產 除了MTP 還有一個主要的營收貢獻 跟立望一樣 這個OTP 也是它的明年成長動能 那這個OTP 當然就會變成是立望的 在OTP這個市場的競爭對手 差別就在這 這家公司還有一個亮點是 它的這個體積可以做得比怎麼樣 比立望的還要小 那這就是很大的競爭優勢囉 對 所以我們來看這兩家 基本面 立望的股本呢 7.6 這家公司只有2.68 那真的很 小而美跟M3E差不多 股本很小 3億以內 那它的毛利呢 立望100% 這家公司是99 盈益率呢 立望53 這家只有30 這個立望的盈益率 毛利 還有獲利能力 都比這家公司還要高 第三季立望的EPS是5.44 那這家公司0.63 OK 那前三季累積 立望有14.35 那這一家是1塊錢 那以股價來講 以今天的收盤價 立望是2475 這一家只有128 如果你用立望的獲利來講 如果第四季跟第三季一樣 也是5塊4 那我們就估立望 今年的EPS 能夠來到20塊錢 立望的股價卻是2475塊 它的本益比是120倍 那如果說 我們現在講的這一家 外公司來講 如果明年成長到3塊錢的話 因為它今年也是足跡高 如果你用立望的本益比來看 120倍的話 股價應該要多少 乘以120 應該是360 對 我們再把它打個折 好 200塊 現在是128 128 不到130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 還有很大 算對算便宜 對 所以我認為它應該會是現在 台面上 我覺得它有可能是怎麼樣 未來報酬力 目前最便宜的公司 好 我想我剛剛 你們看到 那是我在去年11月17號 就是我第一次 帶我們先進科技班 買進這個伊爾德的時候 從那時候到昨天為止 我們陸陸續續每個班 這檔我們都有買過 而且我們的操作勝率是100 就是獲利是100 我說我們操作勝率是100% 就是說這檔我們從來沒輸過 每檔每一次我們買進 最後出場我們都是賺 好 那我一直有跟你強調說 操作股票 你必須要提高你的勝率 你不見得像我們這樣說 99% 100% 我們的操作都是賺 但是你至少要把你勝率提高 為什麼 因為你把你的勝率提高 你才會怎麼樣 好 我 這張表示我從11月17 我各個班 紅色是淺紅班 這個淺藍色是先進科技班 黃色是標股全壘打班 下面的橘色是IC設計班 我每個班這檔伊爾德 我都有帶你們操作過 而且每一檔的操作 每一次操作都是賺的 後面有報酬率你可以看 來 那我剛剛強調說 最近是不是大家遇到恐慌 你開始怎麼樣 去殺股票了 甚至你覺得這段時間 做多不好做對不對 不然我先停損 我來改做空 做空剛開始你也許小賺 後來空下去的時候 你賺得 好像現在做空確實比較好賺 本來你也許是準備50萬再空 我賺到了 你開始又變100萬 200萬 然後股價下去 你確實賺到錢 可是你的部位越做越大 就跟往上漲的時候有沒有 你一開始也是小買 小買越賺越多的時候 本來買現股開始怎麼樣 改用買融資 結果當大盤一反轉 多頭一反轉 你多頭部位變虧 放空空頭一反轉變多頭 你的空頭部位也是大虧 原本都是小賺 後來變大虧 又賺又虧 又賺又虧 你的財富沒有辦法累積起來 那當然如果你只是要看節目 我就是老師講一檔股票 我參考一下 然後小玩賺個兩三千塊 賺個五千塊 你就覺得很滿足了 那你就不是用我的做法 我的做法是 我說如果你要提高勝率 你的每一筆錢 你都是賺到的 那你才有辦法在股市 真正累積財富 我們都很羨慕說 有人什麼在股市投資五年十年 然後他說什麼 從二十萬一百萬 然後變成多少 一千萬兩千萬 甚至一億的 各位你從這裡面聽到什麼 你從那邊 你只從裡面聽到說 有人因為靠股票 可以財富翻好幾倍 可是呢 你沒有聽到他這過程 他怎麼做的 那過程要怎麼做 我告訴你 絕對不是殺進殺出 絕對是怎麼樣 絕對你要像 我每個班的操作一樣 你看我們全力打班 從去年初到現在 包括這兩個月 三月四月 行情是不是很震盪 行情是不是很震盪 但是 我們的操作 我每一次的出場 我都是賺啊 所以 我們的古海大丈夫家族的同學 你來跟著我操作的話 你是怎麼樣 你的財富是 你的財富是 逐日 逐日 逐月 一天一天的 一個月一個月的 逐季 一季一季的 逐年怎麼樣 越來越高 三月四月 對不對 有些股票已經還在回檔了 甚至最近的很多族群都在下殺 對不對 那為什麼 我們的出場勝率 還可以這麼高 我們的這個財富曲線 還可以怎麼樣 持續往上累積 差別在哪 差別在 第一個 你要懂你手上的股票 第二個 你要怎麼樣 盡量買在絕情谷底 那你說買在絕情谷底 它會不會跌 還是有可能啊 我們上禮拜五 台積電在殺的時候 盤中跌一千點 不是大部分股票都在殺嗎 可是重點是 這一檔股票 如果已經 你讓你買在夠低的時候 你根本就不用在乎他殺不殺嘛 為什麼 因為殺完了 他就怎麼樣 他還是會回來啊 那為什麼 有這個把握 有這個把握的底氣 就來自於說 你對這家公司了不了解 你對他的營收 你對他的產品 你對於他在這個業界的競爭力 你熟不熟 那如果夠熟 你都已經買在絕情谷底了 對不對 那讓你解套 甚至從小套變怎麼樣 變小賺變大賺 那都是怎麼樣 時間可以等到的嘛 所以 我剛剛跟你講那一檔伊爾德 我們不是四月初佈局嗎 殺下去120 眼鏡幣起來買 到今天126.5 那今天開業績發表會 那會不會明天 他就直接衝130了 那120塊股票 就是這樣子 這個月大家 追來追去 砍來砍去 我們就怎麼樣 穩穩的一萬兩萬 對不對 獲利入袋 所以才會有這條曲線嘛 那全能打扮的 你都知道嘛 那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講過 假設你的出場勝率 對不對 你一季 你穩穩的賺5% 或是你一季 穩穩的賺10% 或是如果你一季 你用我剛剛講的這種方式 如果你每次出場 你都可以是穩穩的 是獲利的話 那你的錢自然就可以滾起來嘛 是不是 一季20% 如果你每一季都20% 然後負利下去 對不對 錢在裡面都不要拿出來 就繼續滾 然後你的勝率可以維持很高 那一季20%五年 你的財富滾成38倍 那是可能的啊 那你覺得說 感覺上聽起來一季20%好像沒有很難啊 為什麼 因為常常聽到一堆分析師來 我這邊有一個月就可以讓你賺一倍的 很多人來投顧 找投顧老師不都是希望賺快錢嗎 對不對 只有我跟老師告訴你啊 你要穩中求啊 那如果說20%你覺得不可思議 那一個月一季10%好不好 一季只要10% 一季只要10% 一個月只要賺3.5%就好了 那五年怎麼樣 五年又有6.7倍啊 五年6.7倍意思就是100萬 五年變多少 600多萬 台積電的報酬率都沒這麼好 好 我上半場 我概念大概這樣跟你講完了 所以你一定要追求你的出場勝率 那你看我們台積電先進科技班的 的績效 對不對 IC設計班的績效 那當然我現在先進科技班 我IC設計班 我現在都沒有 我現在都停收了 我說我一季才開一次 那這一個 如果你這段時間 你發現你的財富 一下賺一下又蒸發掉 又追又砍 那就很顯然幹嘛 這句話要留給你 選擇比努力重要 看對節目也很重要 然後找對分析師很重要 那選對股也很重要 因為選擇比努力重要對不對 所以你必須要怎麼樣 你不能隨便去揮棒 你必須要等到怎麼樣 你必須這個球進到甜蜜區 你再揮出去 你揮全野打的勝率才會高 如果你隨便一支股票 你也不管它股價高還低 你就去揮棒 那你怎麼樣 你的失敗率就高 失敗率高 我剛剛講的 那個財富曲線 你就沒有辦法累積起來 OK 我們等一下先進廣告 如果你想要跟我揮出 全野打的 不要隨便做小股票 買有價值的股票 你都賺得到 好嗎 那利用廣告時間 你還沒加我們Line的 你看我剛剛重播那個伊爾德 那就是我們在我們的YT 另外錄的節目講的 那如果你要提早在我們中市 比我們中市更早 去得到我們YT裡面 講一些公司產業的訊息的話 那就麻煩你 高台貴手把Line加進來 把YT訂閱起來 然後小鈴鐺打開 廣告過後我回來跟你講 面板這一波長真的長假的 好嗎 我們先進廣告 歡迎回到 谷海大丈夫的節目現場 來 這是今天的工商 工商今天針對面板 它有一個非常大的標 就4月IT面板價格掌聲響起 下面還有一個叫做 兼47面板6月 渴望重返獲利限制上 筆電面板第二季反彈 好 他講了幾個重點 主要這一塊都在講怎麼樣 什麼叫IT面板 IT面板就是用在 知通訊產品 比如說你桌上的電腦上面的螢幕 然後像我筆電的螢幕 這種都是算知通訊 有沒有 OK 好來 那除此之外呢 我起頭跟你講有沒有 奧運有沒有 那奧運 奧運的面板怎麼樣 當然是大電視 因為歐美當然要看奧運 就希望把怎麼樣 電視的解析度用好一點 所以電視面板 就會有怎麼樣 奧運的商機 那到底奧運商機有沒有 來 我這邊跟各位簡單的整理一下 這IDC表示說 小尺寸面板維持一到兩塊的美元漲幅 這小尺寸 55吋以上上漲2到3元 65吋則上漲4到5元 65吋上漲4到5元 所以代表說 不管中小尺寸還是怎麼樣 中尺寸 大尺寸 我們把65吋當作大尺寸 它們都在漲 可是呢 過去這DC不漲的什麼 資通訊的面板 漲勢也很明顯 監視器0.5到1 然後呢 筆電的面板怎麼樣 0.1到0.2 換句話說 面板不管你是家用電視的 還是工業 還是這個資通訊的 筆電的都在漲 好 那電視面板會怎麼漲 剛剛各位講過的就是奧運 那奧運什麼時候 奧運在7月 7月 那現在幾月 現在4月底 所以還有多少 5月6月 可是各位你要知道 你要買電視看奧運 就算你在奧運前的 前一天才來買 那面板要什麼時候出去 面板絕對不是說 我這個月要辦奧運 我這個月才出去給人家裝 沒有 我覺得再怎麼快 也要提早一個月以上 而且組好還要把電視 比如說在中國組好電視 電視還要運到哪裡 運到歐洲 運到美國去 然後因為電視是大的 所以電視不會用空運 所以電視是用海運 海運你走過去 現在又中東戰局 美國等等的 我跟你講運過去 你要至少要抓一個月 所以7月 那因此6月出 5月底以前怎麼樣 電視就要組好出去了 最慢 那已經是最慢了 所以代表說 電視面板的出貨 在4月5月 就應該要拉貨出去了 因此這段時間 電視面板在漲的理由 就在這邊 好 那接下來呢 電視面板如果奧運結束之後 那電視面板會不會就沒戲了 很可能就沒戲了 那沒戲的話 那要換誰 那就是換 每年的下半年 第三季 第四季之後 換什麼 消費電子 那除了電視以外 當然大陸也有什麼光棍節 那到了美國也有什麼 歐美的什麼 購物節 聖誕節 可能那時候 大家也會換電視 但是如果阿運那時候換過了 年底大概就不會換 所以這個是我對 電視面板的看法 那奧運完接著是怎麼樣 資通訊的面板 所以今年的第二季 就第二季到第三季的面板的 獲利應該都不錯 甚至應該有怎麼樣 有可能都會虧轉贏 這是我對面板的看法 今天的面板 小掌 各位 除了面板以外 請你繼續來關注我的節目 好嗎 我們今天節目就做到這 謝謝各位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